慕容彻略略汗手 花娘看了眼周正 娓娓道来 半个月前 护部侍郎来百花楼 叫了莺莺做陪 没多久周大人也来了 他们饮酒作诗 相谈甚欢 可是第二天早晨 就发现护部侍郎 死在了莺莺榻上 周大人和莺莺都不见了 一起失踪的 还有她的相好吴生 当时我以为 护部侍郎是做过死 莺莺害怕 便和吴生一起逃了 只是 护部侍郎死在百花楼 花娘我担待不起 就去经兆府找周大人 请求将莺莺和吴生 抓回来认罪 谁知 周大人 却直接带着我去了 私牢 莺莺和吴生 就被关在那里 他们脸上 附着丧皮纸 一动不动 似乎触到了 记忆深处的恐惧 花娘身子颤抖的厉害 缓缓看向赵湖 当时 这个人还在不断地 往莺莺和吴生脸上 贴丧皮纸 小人知错 知错了 当时周大人威胁我 要乖乖听话 不然 我的下场 就和莺莺他们一样 她让你做什么 周大人 让我把这件事 烂在肚子里 再有 就是派人去通知 忽布侍郎夫人 前来领尸 说是 做过死 之后 忽布侍郎夫人 将案子报到大理寺 她就又让你在口供中 抹去了 莺莺的特征 对吗 是 一派胡言 我根本就不认得她 更没有去过什么百华楼 周正因为愤怒 额头青筋毕露 然而 慕容彻根本不问她 直接看向赵湖 你可认罪 赵湖刚才已经被 菜盆之行吓到了 再次磕头 浑狮子 小人认罪 我知自己罪孽深重 难逃一死 只求世子 能够给小人一个痛快 本世子问你 昨晚放的火 可是周大人吩咐的 是 这对老夫妇 是不是被周大人威胁 而错认女儿 是 半个月前 莺莺和吴生 是否是被你贴了 丧皮纸所杀 是 小人 这也是照周大人的吩咐做的 慕容彻没问一句 周正的脸色便白上几分 他怒视照护 本官平日礼贷你不保 你为何要恩将仇报 世子 他们说的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您听下官解释 周大人 证据确凿 你就别再狡辩了 世子 白丽公子 我周正为官十年 一向轻正怜悯 从不敢贪污受贿 更别说杀人了 您可不要被小人蒙蔽 冤枉了好人 白里赫忍不住 抬脚上前 附在周正耳边 说了一句话 周正脸色 灯石骤变 原本正义正言辞的他 顿时如霜打的茄子 蔫了 缓缓垂眸 眼底陡然划过一抹忐 白里赫唇角一勾 直接捏开他的嘴 往里面塞进去了一粒药碗 你给我吃了什么 软筋碗 防止你咬蛇自尽 周正眼底的忐忑 已经变成了恐惧 漠然抬眸 对上那副铁面 心里是从未有的不安 这一切 她是不是都知道了 诸侯 将人带下去 暂且收押在京兆府 你就守在这里 以免发生意外 周正文言 又是惊惧 又是疑惑 如今已经牵扯到 护布侍郎张山的案子 然而他却戛然而止 没有继续审下去的意思 他已经查清了王武座 以及阴影 无声被杀的真相 却只是将我收押而不问罪 这是为何呀 抬眸时 刚好对上铁面具下面的黑童 深邃 幽冷 仿佛能够看透一切 周正觉得 自己的一切 仿佛都已经暴露在了 这个男人面前 联想到刚刚百里赫的话 他心里的恐惧更甚 飞快地收回了视线 不敢与一致对视 压下去 苏清染看到这里 忍不住皱眉 狐疑地 看向身边的男人 难不成这就审完了 既然已经确定是周正 杀害的音音和无声 那护布侍郎 岂有可能也是他杀的 为何不继续审下去 证据不足 还是凶手另有欺人 苏清染满肚子的疑问 却无从开口 眸光不经意间 落在公案上 被冷落的金堂木 微微凝眸 他突然发现 这个男人生堂 似乎并不喜欢用这东西 今日整个审问过程 他都没有动一下 其实 他也不喜欢金堂木 可是以前电视剧看多了 在他的印象里 一般只有婚冠生堂时 才喜欢用这个恐吓百姓 正走神时 身边的男人已经起了身 刚刚撩开步子 大堂上的那对老夫妇 便慌忙跪爬着 来到了他的脚下 大人 草民的小儿子 还在周大人手中 还请您为草民做主啊 是啊 大人 我女儿已经失踪半月有余了 还请大人帮我们寻回女儿 名副给您磕头了 白礼 这件事交给你 放心吧 你们的儿子不会有事 至于你们失踪的女儿 大理寺也会派人去寻的 谢大人 谢大人 老夫妇不断磕头 激动得热泪盈眶 慕容彻扫了眼 跟在身后的苏清染 跟我来 世子是要告诉我 阴阴尸体是吗 原来你是为这事 扯慕容腰带 其实 昨晚趁着停尸房 烛火熄灭的空隙 本公子就将 阴阴的尸体换出来了 原本慕容是打算告诉你的 只不过 后来被你气着了 也就没说 白礼鹤说着 眸光悠悠落在 慕容彻腰间 不过话说回来 慕容 你这腰带记得挺不错 还是蝴蝶结呢 慕容彻脚步一顿 一抹凛冽的寒凉 便陡然袭来 白礼鹤面颊一凉 摸了摸鼻子 我是在夸你 夸你 说完 直接一流烟出了大堂 慕容彻眸光一转 看向正在磨牙的苏清染 醋眉 还不快跟上 皇上在宫里等着呢 皇上 皇上要见我 你昨日及时发现画坊漏水 救了九公主 皇上要赏你 救九公主的可不是我 若不是世子料事如神 提现在望湖岛上 准备了几艘窝棚船 就算我发现了画坊漏水 大家也是死路一条 哼 这个男人明知道画坊是坏的 却任由大家以身犯险 简直捏而坏 就算幕后之人不是他 他也得算个从犯 此时慕容彻 根本不知道苏清染心里的付费 排眸高看了他一眼 这个女人 能将昨日的事情看这么通通 倒是聪明 这么说 皇上的赏赐你不想要吗 要 凭什么不要 这是皇上赏我的 不管怎么说 因为这件事得了赏 他还是欣然接受的 尤其 这赏赐原本属于这坏水 现在却只能给他 他更是美得不要不要的 慕容彻看着苏清染眼底的笑意 嘴角微不可见地勾了下 抬脚迈步 眸光不惊意间 落在腰间飘扬的蝴蝶结上 顿时沉了沉脸色 刚上了马车 他就抬手去扯腰带 世子 你这是 慕容彻没有回答 只见一条 解开了蝴蝶结 然而 蝴蝶结是解开了 但是里面 却被苏清染打了个死结 慕容彻面具下的脸 顿时黑了 眸光沉沉 看着对面的女人 苏清染也忍不住脸黑 你的嫌弃还能再明显一点吗 过来给我解开 你自己不能解吗 现在又没审案 有手有脚 干嘛还指使我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小私 不是永安侯府的奴才了好吗 你把本世子的腰带系成这样 就打算不负责了吗 慕容彻栖栖身而来 冰冷的气息陡然喷勃在苏清染鼻翼 下意识地往后撤了撤身子 苏清染对上男人的黑眸 你没说不负责啊 不对 凭什么让我对你的腰带负责啊 那就给本世子解开 重新记 啊 别磨磨蹭蹭 一会儿就入宫了 看着男人往身后依靠 苏清染咬咬牙 俯身上前 离近了 他才发现 刚才打的死结可真实在 真是作孽啊 我怎么竟敢这种搬进石头 砸自己脚的事呢 苏清染逐渐靠近 几乎将整个人都靠在了慕容彻怀里 奈着性子 一点点解着腰带 然而死结难解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却依然没有解开 小手正摩缩时 突然被人按住 苏清染不解抬眸 男人就直接大手一伸 将腰带扯断 方才那柔软的小手 轻轻拂过 让他浑身一颤 让他来解腰带 才真是作孽 苏清染微微一愣 看着地毯上碎成两截的腰带 世子 这腰带是你自己扯坏的 这次 不能使我陪伴 慕容彻的脸 顿时乌黑乌黑的 抖然咳嗽两声 慕容彻猝不及防地 吐出了一口鲜血 苏清染顿时吓了一跳 惊讶地看着慕容彻 世子 你 你没事吧 这不会是被我这句话给欺图写了吧 乖 怀里 有药 看着男人浑身僵硬的样子 苏清染神色一致 这是不能动了 心肌梗塞 还是半身不随 眸光掠过他的胸膛 缓缓落在他脸上的铁面具上 心里犹豫 自从京郊尾场之后 他就越来越怀疑眼前的男人 和黄陵棺材里的渣王爷是一个人 现在对他而言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只要他将面具接了 就能知道答案 要不要试试 袖中的双手 微微攥住衣袖 正愁愁时 突然对上那双深邃的黑铜 他的心 没来由地颤了下 这趁人之危的事情 他到底还是做不出来 私存片刻 抬手摸去男人的胸膛 寻出了一个小瓷瓶 是这个吗 嗯 慕容彻汉手 眸光暗脸 抬手从他手中接过了小瓷瓶 苏清染微微睁大了眼睛 他 能懂 刚刚是在试探我 以后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己的药自己取好吗 方才 本是自首马 慕容彻伏了药后 气息缓缓平静下来 盘腿而坐 闭目仰息 苏清染看着眼前的男人 一阵磨牙 抬手摸上茶盏 就想要砸过去 手麻 接药的时候怎么不手麻 这个时候 对面的男人 却突然睁开了眼睛 你做什么 狮子身体不舒服 我想给狮子倒杯茶水 有心了 倒了茶水 递过去 狮子您喝茶 枪死吧 枪死吧 慕容彻淡淡辍了口 拿着帕子擦擦嘴 狮子这是怎么了 没事吧 无妨 不过是救急犯了 救急 嗯 昨晚被烟熏的 这男人什么意思 实在说他犯了救急 是因为救我所知 让我感恩吗 很快 马车就驶入了宫城 入了宫城 所有人都要下车 步行入宫觐见 慕容彻也不例外 从宣武门到皇帝的御书房 距离不近 他们二人整整走了两刻钟 金砖碧瓦 紫柱金凉 东陵的皇宫 比苏清燃想象中的 还要辉煌璀璨 巍巍公雀 除雀富丽堂皇 无形中透着尊贵庄严 令人心头敬畏 跟在慕容彻身后 苏清燃眼观鼻 鼻观心 不敢乱看 很快 他就见到了传说中的皇帝 东陵星帝 男人见眉冷肃 五官硬朗 如同刀客 周身散发着帝王的威压 苏清燃紧跟着慕容彻行礼 草明见过皇上 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神 多谢皇上 苏清燃抬眸对上星帝 一股帝王的灵傲气息 顿时笼罩了他 臭儿 眼前这位 就是大理寺的新武座 韩清 回皇上 正是 哎呀 父皇 儿臣不是都已经告诉您了吗 韩清他 不仅验尸验得好 还特别机灵 昨天多亏有他 要不然 儿臣 却再也见不着父皇了 新帝宠溺地拍了拍身旁的君出镜 他救了你 父皇自然重重有赏 他略一仰手 大太监贵民 便捧着匣子走来 一打开 一排排金灿灿的金钉子 便映入了苏清燃眼底 晃得他眼花 苏清燃这辈子 也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子 就在他准备数一数 有多少金钉子的时候 漠然察觉到身旁男人 淡淡撇来的戏谑视线 笑我见情眼开吗 他忙将眸光 从金钉子上移开 抬眸对上新帝 躬身 皇上 草民能够救九公主 是草民的福气 这些金子就作罢了 新帝闻言 不禁多看了他一眼 彻尔 你这位武座倒是谦卑啊 韩清一向如此 而且 他性情洒脱 最不看住钱财 我这是按照套路 跟皇帝客套一下而已 有时候我不看中钱吗 现在还欠着你这坏水 一双眼睛呢好吗 父皇 牧中表哥说的是 韩清不是这样的人 老天 这九公主是和那坏水组队 来坑我的吧 看来是朕疏忽了 白白手 示意贵民下去 韩清 你救了九公主 是大公一件 这样吧 你说说 你想要什么 朕都满足 苏清燃有些不舍的 看着贵民捧着金钉子离开 看着兄弟严厉的脸庞 犹豫一瞬 皇上 草民能不能斗胆 请您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说 具体事情 草民还没想好 就是想跟皇上 要一个口头承诺 既然皇帝要赏他 不妨搏一搏 若是新帝答应了他 如果将来 寻到了玲珑玉 他是不是可以借来一用 话音落 店内的几个人 皆将眸光落在他身上 带着打量 苏清燃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这要求是不是太过了 新帝看着他 微微脸眸 想跟朕要一个承诺 就是要一道空白圣旨 草民不敢 哎呀 父皇 韩清不是这意思 您别责怪他了 君出境 瞧着气氛不对 立即扯着新帝的衣袖撒娇 新帝眯了眯眼睛 看在你救了九公主的份上 朕赏你一道空白圣旨 也不是不可以 他说完 便抬手吩咐了贵名 苏清燃文言 顿时黑瞳一亮 小心脏扑通扑通地跳 像是坐了过山车一般 慕容彻眸光威脸 深深地看了眼身旁的女人 出了皇宫 苏清燃将圣旨揣在怀中 心情美滋滋的 他根本没想到 新帝真的答应了 他这么离谱的要求 看来这位九公主 在新帝心里的地位 的确非同一般 以后在皇上面前 须谨言慎行 多谢世子提醒 不过 我觉得皇上很好 记得我的话 苏清燃忍不住撇嘴 美滋滋地 抱着怀中的圣旨 往车壁上倚靠 闭目养神 回到永安侯府时 已是身时 刚刚进府 赵仲就过来迎接 吩咐下人前来牵马喂草 人影一晃 一位粗布衣衫的鲜兽女子 已经将马牵走 苏清燃不惊意间 扫了一眼 顿时一致 牵马的是云锦吗 此时的他 一身粗马 发际凌乱 脸色泛着憔悴的蜡黄 已经完全看不到 当初在松主院的风华 即便他周身依然泛着清冷 却还是难掩落魄 苏清燃悠悠叹了口气 也是咎由自取 若不是当初来算计我 可怎么会沦落到这般田地 正宁神时 赵仲的声音便传了过来 世子 刚刚苏府派人送来了请帖 说是昨日游湖 世子和韩清救了苏家四小姐 苏家想请世子和韩清 入府致谢 慕容彻略衣汉手 吩咐苏清燃 明日我有事 让赵仲送你去苏府 好 请我入府 是打了什么算盘 难道昨日引起苏清云怀疑了 苏清燃知道 不论是不是鸿门宴 他都非去不可 不然就显得是他心虚了 先去用膳 一会儿随我出去一趟 入夜 星月惨淡 唯有凉风袭袭 京兆府内 灯火通明 照亮了半壁残缘 被整个烧掉的停尸房 依旧保持着烧后的模样 还没有人整理 苏清燃踩过一地狼藉 紧跟上男人的步子 一路行至京兆府大牢 慕容彻才稍稍停下了脚步 守门的人立即俯身建立 慕容彻略衣汉手 等到苏清燃便抬脚进去 刚进去 一股子没味儿便迎面而来 苏清燃下意识揉了下鼻子 如电视剧里所看到的那般 牢房内阴暗潮湿 青油灯不断在黑夜中摇曳 透着一圈圈昏黄 刚走了不久 百里鹤就迎面而来 慕容 你总算是来了 我在这里待了一天 被里面喊冤的人震到耳朵都快聋了 喊冤? 这里面有很多像今天大堂上那对老夫妇一样的人 家里都走丢了女儿 却被周正无端地关在了这里 你要去瞧吗? 这件事一会儿再说 慕容彻直接朝关押周正的牢房而去 与关押普通百姓的牢房不同 周正所处的房间打扫干净 被入齐全 就连霉味都淡了许多 听见脚步声 他慌忙朝这边转过身子 世子 恰观冤枉 护布侍郎张山 不是我杀的 本世子有说人是你杀的了吗? 周正顿时神色一僵 飞快扫了眼来到身前的男人 便匆匆避开了视线 周大人 你在这里待了一下午 就是在思考如何狡辩吗? 百里公子的话 我 我不懂 难不成你忘记 今日本公子在大堂上跟你说的话了? 苏清然有些好奇地 打量着周正发僵的脸色 还想知道 今日百里赫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让他神思大乱 周正眸光轻颤着 缓缓挪动了下脚步 百里 将牢门打开 随着哗啦啦的提炼滑落 一扇木桩门便被慕容车轻轻推开 接着苏清然和百里赫也抬脚迈了进去 百里 东西可准备好了 慕容车进了牢房 依依然坐下 百里赫打了个响指 不过片刻的功夫 牢头便带着水盆和桑皮纸过来 周正见此 陡然白了脸色 下意识后退了两步 世子 你 百里 可以开始了 周正怕了 一步步后退着 刚走了两步 他只觉得肩胛下一麻 整个人就再也动弹 不得 慕容车 垂眸 扫了眼桑皮纸 周大人 这些东西想必你很熟悉吧 慕容 这些东西都是周大人发明的 他心里自然比我们清楚 百里赫放下竹扇 取了一张桑皮纸 拿水打湿 既如此 那就开始吧 这两个人搭档起来 简直坏到没朋友 这时 身形僵硬的周正 看着眼前戴着铁面具的男人 心底的恐惧 寸寸攀升 偏偏他怎么也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百里赫 拿着打湿的桑皮纸 朝他走来 狮子 我周正好歹是朝廷命官 你不能舍死刑 不能这么对 嗯 嗯 话还没有说完 他只觉得脸上一凉 接着 便漠然传来一阵窒息感 被点了穴 他就是想挣扎都不能 桑皮纸 柔韧性很好 即便他使劲呼吸 却怎么都撕扯不破 就在他憋得面目通红时 鼻翼下 突然被人撕开了一条小缝 轻心的空气突如其来涌进来 周正贪婪地呼吸着 然而还没有呼吸几口 第二张丧皮纸就附了下来 再次阻断了空气 这一刻 周正这才体会到 什么叫做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也突然明白 今天在大堂上时 百里赫为何要给他扶下一粒软筋丸 防止他咬舌自尽 因为此时 他是从未有过的 生不如死 舌头一阵酸麻 根本咬不住 心底是无边的恐惧 不断地蔓延 他第一次认识到 眼前的男人 是这么的可怕 百里赫浅笑着 过了片刻 就再次在周正鼻翼下 撕开了一条小缝 周儿赋识几次 等到贴到第五层 桑皮纸的时候 周正忍不住嘶吼起来 等到桑皮纸一接下 他立即道 我什么都说 什么都说 周正说完 慕容彻眉头微醋 这么说 你是因为那份名单 杀了张山 是 不过那份名单 我也没有得到 嗯 张山 一向胆小谨慎 虽然和我是多年好友 但他并不信任我 名单的事情 更是不敢透露半分 所以 我一怒之下就杀了他 在鬼门关转了一圈 周正被彻底吓破了胆 已经过了片刻 他的心口还在剧里起伏 拼命地喘息 慕容彻闻言 眸光沉沉 扫了眼正在记录的白礼鹤 然后对夜旁的苏清染 使了个眼色 继续贴桑皮纸 苏清染眨了眨眼睛 故作狐疑地问 周正顿时 脸色惨白一片 狮子 在下断不敢有所欺瞒啊 是吗 慕容彻一个眼神 苏清染立刻会议 取了桑皮纸 打湿了 就朝周正脸上贴去 狮子饶命 名单的事情 张山只是提了提 没有多说 下官也不知道 那名单到底被他藏在了何处 也许 也许已经被他交给了别人 除了你 朝堂之中张山还与谁交好 这 周正一时哑口 张山性子软弱孤僻 除了周正外 几乎没什么朋友 这个时候了还不老实 苏清染嘴角勾起冷缝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将桑皮纸贴了上去 听着周正发出痛苦的声音 苏清染在他嘴盘 撕下一片桑皮纸 黑桶冷裂 你想让我撕下来 还是想再贴一层 借 借下来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没想到这个喜欢扮猪吃虎的女人 还能有这样的气势 不错 狮子 下官突然想起来 二王爷曾对张山有恩 也许 他派人将名单 送去荆州二王爷那里了 慕容彻眸光 走然深远 再开口 默然转了话题 不知令夫人现在可安好 世子 您 据说令夫人去娘家了 这么久还没有回来 莫不是出了意外 周正眸光闪躲着 不敢迎视慕容彻的视线 多谢 世子关心下官 这毕竟是家事 就不用再向世子报备了吧 周夫人去娘家的确是你的家事 但是人命案子 却是我大理寺的公事 周大人觉得呢 慕容彻声音凉薄 不怒自微 周正额头上已经浸出细细冷汗 他今天一直都在逃避这件事情 没想到还是躲不过 世子 这一次是你自己说 还是本世子让你说 下官自己说 自己说 半个月前 我因为一件小事 与剑内争吵 不小心尸首杀了他 下官害怕 不敢处置尸体 就藏了起来 后来杀死鹰鹰后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绝佳计策 既可以处理剑内的尸体 又可以利用尸体 制造假的线索 来迷惑你们 所以 你便把你夫人的尸身 布置成和鹰鹰一样的特征 为了防止被我们认出来 你甚至不惜用野兽 将你夫人的尸身抓烂 听到这里 苏清燃已经明白了 原来 前些日子慕容彻 让他在大理寺宴的那具女尸 是周正的夫人 还是被他亲手杀死的 看到周正点头 他心里顿时一阵愤懑 忍不住想要甩他两巴掌 解法夫妻 为你生儿育女 你不仅杀了他 还如此糟蹋他的尸身 简直情绍 据说你与夫人十分恩爱 甚至为了他不肯纳妾 没想到 你却将他残忍杀害 慕容 传言便是传言 做不得输的 周正脸色有些不自然 嘴皮子动了动 半上无画 可写好了 百里赫落下最后一笔 点点头 将口供拿到周正面前 周大人 来签字画鸭吧 还点着穴呢 倒是我糊涂了 解开穴道后 周正身子略略有些僵硬 看着面前的口供 双手轻颤 画鸭之后 他顿时闭上眼睛 靠在了墙上 心如死灰 慕容彻走出牢门 看着周正停下步子 父亲在世时 曾跟我提过 当年周大人重状怨后 向他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周大人 现在是否还记得 周正睁开眼睛 下官近来 立意熏心 被权势蒙了眼 当年那些信誓旦旦的承诺 早已经忘记了 经赵府尹一向清正联名 如今真是可惜了 这一切都是下官咎由自取 下官认罪扶法 以前我还真不知道 周正竟是只狡猾的老狐狸 藏了这么多东西 若不是用了贴家官吓唬他 只怕根本不可能 从他嘴里敲出东西来 他的话一半真一半假 我们只能听一半 哪一半是真 哪一半是假 明日你派人去荆州 打探消息 慕容彻几人走出来 苏清染跟在二人身边 听着他们的话 忍不住沉思 片刻他抬眸 白脸 我很好奇你今天 到底跟周正说了什么 让他起了惧意 我跟他说 前几日见到了周夫人 苏清染闻言 顿时明白了 周夫人已经去世半月了 前几日见到的 自然是尸体 怪不得变了脸色 只是 你们是怎么知道 那具女尸就是周夫人的 秘密 在大理寺 是不是有些事情 我不能知道 苏清染醋眉 周正是几个案子的 杀人凶手一事 他们将他蒙在鼓里 就连周夫人的事情 他们也没有告诉他 分明是不想让他知道的 大理寺的事情 没打算瞒你 韩清 你也不想想 若是真要瞒着你 慕容今晚何必带着你来 这里认讯周遮 打消了心中的疑虑 苏清染立即笑着开口 世子 玲珑玉现在有消息了吗 你很关心玲珑玉 玲珑玉失踪一案 也是我们大理寺的案子 我这是关心世子 为世子操心呢 他虽然平时不急不躁 实际上天天都在 关心着玲珑玉的消息 偏偏身边的男人 腹黑得像只狐狸 他又害怕问多了 引起他的猜疑 只能这样旁敲侧击 慕容彻脚步一致 朝他看来 你关心我 关心 特别关心 既然特别关心 你便伺候我用药 这 苏清染闻言 脸上的笑意 刹那间凝固了 韩琴 昨晚大火 慕容为了救你 犯了救急 你伺候用药 也是应该的 这么说 多谢世子了 入宫的时候 这个男人就提过 被他装傻揭了过去 没想到现在又绕了回来 虽然不想伺候这个男人 但是得知他因为救他 犯了救急 他心里还是有些感激的 只是 他才不会将感激表露出来 不然这男人 没准又会趁机敲诈他银子 不必谢 本世子只是为了满足你 给你关心我的机会 呸 得多不要脸 才能脸不红心不跳的 说出这么无耻的话 拿刀子眼弯他 却被他全程无视 气得苏清染在他身后 一阵磨牙 很快 百里赫便带着他们 来到了关押 喊冤百姓的牢房前 汗时 夜色沉沉 而这一处的牢房内 却乌烟阵阵 冤声连天 有人听见脚步声 慌忙从地上爬过来 看见慕容彻顿时激动了起来 哎 你们快看 是世子 世子来了 牢房内的人 闻言一股脑地涌了过来 一个个的都围在木栅栏前 世子终于来了 我们有救了 求求世子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随着一人跪下 剩下的人纷纷跟着他跪下 慕容彻走上前 猝眉 你们先起来 有苦的说苦 有冤的诉冤 世子 我们这些人家里都走失了女儿 到经兆府报案 周大人不仅不为我们寻女儿 还将我们给关了起来 没有任何原因 就将你们关押在了这里 不是 被关在这里的人 都是来经兆府报了几次案的 周大人嫌我们太烦 就把我们关起来了 明明就是她无能 找不到我们走失的女儿 又怕影响她的名声 影响她的仕途 那她可说了 要关你们多久 周大人说 只要我们听话了 不再来经兆府报案 就放了我们 可是 我们的女儿失踪了这么久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怎么可能不管不问呢 是啊 女儿也是从娘身上 掉下来的一块肉啊 既如此 你们就先回家去吧 白礼 放人 世子 您放了我们 是要帮我们找女儿吗 众人顿时激动起来 你们先回去 若是有消息 大理寺的人会通知你们 清晨 春日的气息 铺满庭院 花香迎人 苏清染用过早山不久 就由赵仲陪着去了苏府 一坐上马车 苏清染就开始打盹 一路睡到了苏府 下了车 看着前方门边上的 两个烫金大字 微微凝神 过别半月有余 再次回到这里 苏清染心里 五味沉沙 这里对他而言 再熟悉不过 但是那却是属于 原主的记忆 并不属于他 他对苏府 只有陌生 没有任何感情 他们刚到 苏府的领管家 便热情地迎过来 正准备拱手打招呼 眸光落在苏清染脸上 顿时愣住了 他一眨不眨地 盯住苏清染 这位韩公子 怎么和给韩王配了明婚的三小姐那么像呢 林管家 赵仲健 他一直盯着苏清染看 忍不住轻壳 提醒了一句 林管家顿时回过神来 想必 这位就是韩公子吧 苏清染点头 神情清冷 我瞧着韩公子 像极了一位故人 所以多看了两眼 还请勿怪啊 不会 韩公子 赵管家 这边请 我们家夫人 已经在花厅里等着了 林管家立即殷勤地 将苏清染请进了府 苏清染学着慕容彻 平常高冷的模样 一撩衣袍 副手脉步 走进了苏府 气势凛冽 穿过花园庭院 走过抄手游廊 便到了花厅 虽然是跟着林管家 但是这条路苏清染 却是知道的 这里的一花一草 都在他的记忆里 厅内 林氏正雍容万分地 坐在主座上 保养得宜的脸上 看不出半分岁月的痕迹 虽然他已经生育了 两个女儿 但身形依旧 风韵有存 尤其是 挟飞入病的戴霉 带着七分狠利 三分刻薄 在苏清染的记忆里 这位林氏 一向心机深沉 为人狠辣霸道 尤其容不得原主 若不是有将军 老爹的宠爱 原主不知道 已经在林氏手中 死过多少次了 此时 他刚刚进了花厅 林氏便掀起美目 朝他看了过来 眸光流转 带着打亮 自然清奇 却没有太多的惊讶 显然苏清云 已经提前跟他说过 他的样貌一事了 苏夫人 韩公子来了 快请坐 世间 真有生得如此相似的人吗 韩公子 前些日子 小女跟着香香郡主 去游湖 结果发生了意外 多亏了韩公子机密 才救了小女 苏夫人不必客气 救了令千金的 主要还是世子 只可惜 今日世子有事 不能过来 让我苏家亲自感谢 不过 谢谢韩公子 也是一样的 林氏笑得八面玲珑 正说话间 一位妇人便端着茶盏 进了花厅 去给韩公子倒茶 是 夫人 那位妇人娶了茶盏 倒了清茶 送到苏清染身边 看着妇人那熟悉的容貌 苏清染心里 顿时咯噔一下 夏姨娘怎么会在这儿 夏姨娘看见苏清染 也愣了一下 茶盏直接从手中滑落 水字打湿了她的衣精 滚热的水 顿时烫的苏清染 狠狠皱了眉头 夏姨娘 你在做什么 韩公子是我请来的客人 你就是这么警察的 对不起 我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她看着苏清染 眼底忍不住湿润 垂眸扫见苏清染身上 被水如湿的地方 还在冒着热气 她着急的就要用手去擦 猛然想到了什么 又生生止住了动作 一时间 她伸出去的手 就僵在了空气中 没关系 苏清染见词 慌忙用衣袖擦水 她的话 是在安抚夏姨娘 她相信 夏姨娘一定是认出了她 毕竟母女连心 她能瞒得住旁人 却瞒不过夏姨娘 还不赶紧过来 你想要将苏家的脸 都丢尽吗 苏清染听着 她狠利的声音 不悦地 醋了醋眉 苏夫人 晚辈有个问题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韩公子请说 是我孤陋寡文吗 现在主人会客 姨娘也能登上台面了 夏姨娘脸色一白 林氏则是面容狠狠一僵 苏清染知道 她这句话戳伤了夏姨娘 但是今日 林氏让夏姨娘给她奉茶 何尝不是在试探她 只要走错一步 她就是死路一条 韩公子说的事 是我疏忽了 还不下去 丢人现眼的东西 是 夫人 夏姨娘临走时 深深看了眼苏清染 眼底有惊讶 有疑惑 还有湿润 苏清染陡然惊觉 这位夏姨娘 似乎并不是那般 懦弱无能 苏清远长年不在家 能够在林氏手下 护着圆珠长大 夏姨娘定然 也是有些手段的 就像刚才的那个眼神 不是所有人 都能像她那般把握的 恰到好处 不路分毫破绽 夏姨娘走后 林氏才想起来苏清染身上 被茶水打湿 红卵 你带韩公子 下去换衣服 今日是我苏府照顾不周 还请韩公子 多担担 无妨 苏清染嘴角勾起身碎 对赵仲 一汗手 随着红卵 出了花厅 到了厢房 红卵给苏清染 寻了一套衣服递过去 韩公子 这是我家公子 以前的衣服 你穿着 应该合身 多谢 苏清染拿着衣服 微微凝神 一段九眼的记忆 顿时铺陈在 她的脑海中 七年前 她的长兄苏锦轩 还没有随将军老爹 去沙场征战 因为苏锦轩 一向不喜灵氏母女 所以在家里 与她最为亲厚 十分宠她 她记得这件衣服 当年还是夏姨娘 亲手为苏锦轩做的 她十分喜欢 红卵看着她愣神 出声道 韩公子 这衣服 有什么不妥吗 没什么 就是有些陈就 这件衣服 已经放起来几年了 还请韩公子见谅 无妨 你先下去吧 夫人让奴婢过来 是伺候韩公子换衣的 红卵抬手 就要给苏清染 解下腰带 苏清染眸光一冷 不必了 换衣服这样的事情 就不劳烦姑娘了 下去吧 这怎么可以 万一奴婢戴慢了公子 夫人 一定会责罚奴婢的 男女瘦瘦不清 姑娘请自重 苏清染扫落她的手 红卵脸色一僵 善善地收回手 公子请换衣 奴婢在外面等着 苏清染略一汗手 等到她出了房间 带上房门 她才开始宽衣解带 台眸扫了眼 窗纸上被人戳开的小孔 眼底划过机缝 漫条丝里地撤落腰带 从腰间摸出一枚铜板 直接二指弹了出去 外面传来红卵痛苦的惨叫声 苏清染嘴角勾起脚匣 快速换上了干净衣物 听见维曼后面 稀稀苏苏的声音 眉头微皱 缓步走了过去 一点点挑开维曼 看到藏在后面的人 莫得舒展了眉头 姨娘 然儿 真的是你 夏姨娘握住苏清染的手 有些激动 是我 姨娘你怎么在这里 我知道 夫人一定会让红卵 带你来这里换衣服 所以就 这么说 刚才姨娘是故意将茶水 撒在我身上的 果然如她猜测的那般 夏姨娘并不像 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夏姨娘略略点头 慌忙去检查苏清染 烫伤的地方 烫到哪里了 快让姨娘看看 疼不疼啊 不疼 姨娘你别担心 实际上 此时苏清染的大腿上 正灼痛得厉害 夏姨娘 稍稍放了心 然儿 姨娘不是让你去江州了吗 你怎么在大理寺 做了武作 这是怎么回事 你又是什么时候会验尸的 啊 姨娘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改日再跟你说 嘘 苏清染听着 外面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眸光渐沉 在夏姨娘耳边 轻轻嘘了一声 这会儿 夏姨娘也注意到了 外面的动静 忙止住了话头 似乎发现了苏清染 与以前的不同 她有些好奇地 打亮了一眼 姨娘 怎么了 没什么 姨娘觉得 然儿长大了 比以前更聪明了 织女莫若母 现在的苏清染 已经不再是 以前苏将军府的三小姐 无论是性格 还是行为习惯 都与以前的苏清染 不同 这一点 是瞒不住 夏姨娘的 但是苏清染 却不打算解释 更何况 穿越 见识还魂 这样的事情 也无法解释 就让夏姨娘以为 她是经过 冥婚之后 一夜长大了好了 听到脚步声 到了房门处 苏清染转眸 提醒夏姨娘 姨娘 你先去躺起来 这里有我 然而夏姨娘 却突然拉住 她的手 大声哀气起来 然而 我是姨娘啊 你不是很得我了吗 啊 对上夏姨娘 那双湿润的毛子 只一眼 苏清染就明白了 你认错人了 快松开我 等到苏清云 偷偷推开房门 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苏清染 推开夏姨娘的一幕 韩公子 这是怎么回事 苏清染假装 像是见到了旧姓 四小姐 这人是谁啊 拉拉扯扯的 叫我冉儿 冉儿又是谁 夏姨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夏姨娘还拉着苏清染不松 四小姐 她是三小姐 三小姐呀 她是大理寺的武座 韩清韩公子 夏姨娘你认错人了 快放开 苏清云说着 吩咐身后的碧莎和碧秋 去将人拉开 不要拉我 她是冉儿 她回来看我了 看着她声泪俱下的模样 苏清染心中忍不住称赞 夏姨娘的演技 可以去拿小金人了 她指了下自己的脑袋 拿眼询问苏清云 她这里是不是 听到苏清染的话 夏姨娘微微松了口气 注意到她的神色变化 苏清染心底 陡然泛起感动 为了不暴露她的身份 夏姨娘不惜装疯卖上 这份爱 沉甸甸的 苏清云文言 顿时觉得尴尬的厉害 盲点头 是 自从问了三姐去世后 夏姨娘的脑子就不好使了 见人就说是三姐 韩公子莫怪 她虽然不聪明 但是却知道 大理寺的人 他们是得罪不起的 怪不得 还不快将人带下去 别在这儿继续丢人 夏姨娘被人带了下去 苏清染对着苏清云道谢 方才多谢四小姐 韩公子客气了 那日你救了我的性命 应该是我信你才是 时间不早了 我该告辞了 韩公子 为表谢意 我想送你一件东西 可否到房间一坐 这 不好吧 那毕竟是四小姐的闺房 无妨的 只想做片刻 苏清染点头答应 眼底悄然叠起讥讽 到了碧云阁 苏清云热情招待她 韩公子快坐 请喝茶 捧着茶盏 苏清染忍不住 扯了扯贼脚 以前在府中 苏清云一向喜欢欺负她 何时给她奉过茶呀 眸光不着痕迹地 从房间内摆设的 古丸字画上掠过 心中的讥讽更深 那日她都吓成那样了 还是把我院子里的好东西 都给搬了过来 很快 苏清云就从小匣子里 取出了一把精巧的匕首 递了过去 韩公子 这把匕首 是我爹送给我的生产礼物 现在送给你 多谢你救了我 苏清染看着眼前的匕首 嘴角忍不住 抽了抽 差点笑出声来 把我的东西据为己有就算了 现在又来送给我 这脸皮可真厚 苏清染记得这把匕首 是将军老爹从西域带回来的 作为他十岁的生辰礼物 当时的苏清云眼红了好一阵子 几次跟苏清远吵闹都未过 这么贵重的东西 无不能要 四小姐还是收回去吧 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还请韩公子不要推辞 看到苏清云眼底的执着 苏清染笑着收下 这可是你自己送来的 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苏清云垂眸 扫了眼苏清染手边的茶盏 韩公子 茶水再不喝就凉了 这么想让我喝 这茶有问题 将茶盏送到嘴边 看着苏清云期待的眼神 苏清染嘴角笑意渐深 借着宽大的袖子挡了下 苏清染直接将杯中水 顺着衣袖倒掉 看着他放下的空茶盏 苏清云忍不住 勾起了嘴角 过了不久 苏清染固作投音 以手抵住额头 逐渐闭上了眼睛 这茶 好像有点 韩公子累了吧 我扶你去歇息一下 苏清染略略点头 随着苏清云走到软榻边 缓缓躺下 苏清云见此满意清笑 眼底划过一抹成就感 他刚刚坐下 碧秋和碧莎就走了过来 碧莎开口 小姐 你把韩公子留在闺房做什么 你们两个 去外面守着 任何人不得放进来 碧秋震惊地看向他 小姐 你这是 若是这件事情被夫人知道了 就糟了 还不快去 小姐 您可千万不要做傻事 临走前 碧秋和碧莎不放心地看了他一眼 打发走了二人 苏清云紧紧锁住苏清染 这张脸 简直和他的三姐姐长得一模一样 带眉凤幕 朱唇摇鼻 他怎么都不能相信 眼前的人会是个男人 眼光缓缓下移 看着苏清染的腰带 他颤着手附了上去 指尖轻跳 很快就要将腰带扯落 苏清云双颊微微泛红 心跳得厉害 就在苏清云准备扯开苏清染礼衣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了碧秋的惊呼 夫人 您现在不能进去 小姐她 苏清云吓得指尖一颤 慌忙叫给苏清染系上腰带 然而她刚刚伸出去手 就被人握住了手腕 原本紧闭的毛子 刹那间睁开了 苏清云眼底的震惊 还没有来得及退去 四小姐又是给我下药 又是脱我衣服 这是想做什么 外面的灵士一听到这句话 脸色沥变 顾不得跟在身后的赵仲 直接推开碧秋和碧莎走了进去 进了规格 看到的就是苏清染被人扯开腰带 衣衫凌乱的模样 她对上苏清染怒气腾腾的毛子 再扫了眼苏清云羞红的双颊 瞬间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压下心里的恼怒 她走到苏清染身边道歉 汉公子 我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 想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误会 哼 我虽然救了四小姐 但是以身相许来报恩 还是算了吧 林氏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苏清染这句话 分明是在指责苏清云没有脸面的倒贴 苏清云委屈抬眸 对上林氏凌厉的目光 扁了扁嘴 吓得大气也不敢出 跟进来的赵仲 也看清了这是怎么回事 眸光微重 苏夫人 苏家的家教 今日倒是让我等开了眼界 未出阁的女子 竟然将陌生男人带进闺房 还为她宽衣解带 这哪是大家闺秀做出来的事情 林氏白着脸陪笑 小女顽皮不懂事 她一定是与韩公子开玩笑的 还请韩公子和赵管家 不要放在心上 开玩笑是小 毁了四小姐的名声似的 这件事的后果 想必苏夫人比在下更清楚 赵管家说的是 以后我会严格管教小女 苏夫人僵硬地扯着嘴角 脸面已经挂不住了 苏清染冷冷一声 摔袖而去 出了碧云阁 经过小花园时 他们与漫步而来的君清夜 和苏清玉不期而遇 还未走近 苏清染就察觉到一道 林傲的视线绝住了她 一抬眸 就看见一道玄色身影迎面而来 男人见眉邪妃入病 冷目脸着 嘴角抿着桀骜不逊 周身散发着狂傲气息 对于这位三王爷 苏清染倒是有些印象 君清夜是云贵妃之子 因为云贵妃常年圣宠不断 这位三王爷也一直都是 星帝最为宠爱的儿子 虽然她为人阴狠毒辣 但是星帝对其一向疼爱 所以对于她做的暴虐之事 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故而不论是朝臣还是帝都百姓 对于君清夜都有巨疑 每当君清夜在长街纵马 无不忍忍必让 苏清染没想到 今天会在苏家遇上她 而对她的打量 她不卑不亢地与其对视着 很快君清夜就移开了视线 临时见了君清夜 立即笑得牙不见眼 慌忙行礼 臣妇见过三王爷 苏清染和赵仲也做样子行了礼 母亲 这位就是救了妹妹的韩公子吧 苏清玉不着痕迹地扫过去一眼 苏清染见此 心中不禁感慨 这位大姐姐只怕比林氏的心机还要深沉 林氏见她的时候还小小地惊讶了一下 而苏清玉见了她 完全像是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一般冷漠 苏清玉眉目如画 杨柳细腰 窈窍玲珑 犹如一朵娇艳欲滴的牡丹 举手投足间更是透着高贵 给人一种高不可攀之感 不愧是帝都第一美人 我看都忍不住多看两眼 更别说男人了 不仅如此 苏清玉琴其书画样样精通 林氏从小就把她当作东霖未来的国母来培养 也难怪不愿意让她去给韩王配明婚了 荆清玉才死了不足一月 苏清玉就重新搭上了荆轻叶之高支 林氏母女的确手段高明 苏清玉话音一落 林氏笑容满面地点点头 你带母亲好好招待三王爷 就在这时 林管家带着一席将子的男人朝这边走来 夫人 世子来了 林氏文言急忙走上前行礼 见过世子 世子总算是有空来府上了 您救了小女仪式 臣妇还没有当面感谢您呢 本世子来接韩清回大理寺 这么好心 亲自来接我 荆清玉闻生朝这边看来 慕容兄对武座倒是体贴啊 还亲自来接 三王爷怎么有空来苏府 本王策马不小心惊到了苏大小姐 前来问候一下 慕容也有意见吗 不敢 三王爷好不容易怜香惜玉一次 我便不打扰了 金清玉看着慕容彻的背影深深脸眸 再次回到花厅时 林氏感谢了一番 便吩咐林管家乘上来一匣子银子 汉公子 你救了小女 这些银子表表谢意 还请收下 苏清染漫不经兴地扫了眼匣子里的一百两银子 轻轻扯了下贼角 看着她的不屑 林氏笑意微微凝固 又吩咐林管家乘上来几张银票 没想到在苏夫人心里 四小姐就值这么点银子 来之前她就能猜出来 这是苏家对她的试探 但是她没有想到 苏清云竟然如此无脑地要扒她的衣服 现在林氏又拿出这一百两银子来打发她 那就不要怪她敲诈了 慕容彻微微勾了下唇角 在一旁静默啜茶 这一幕落在林氏眼中 就是慕容彻默许苏清染的敲诈 她虽然很惊讶慕容彻的纵容 但是更惊讶苏清染就这么不含糊地嫌少 第一次听说向人感谢送礼还能讨价的 肉疼了片刻 林氏直接吩咐林管家将小匣子撤去 直接递上来十张一百两的银票 多谢韩公子的救命之恩 林氏说着 脸上笑意脸去了几分 苏清染没有犹豫 直接将银票揣进怀中 不客气 依依然起身 世子 时辰不早了 我们该回了 看着她笑咪咪的模样 林氏突然被气得心口痛 早知道就不该拿银子谢她 让她生生从我这敲诈走了一千两 臣妇送世子 林氏脸上勉强挂着笑意 今日真是打碎了牙 或许往肚里咽 刚出了花厅 林管家又带着金氢男入府 没想到苏将军府这么说欢迎 三王爷还没走 又来了位六王爷 等到几人见礼之后 金氢男便看向慕容撤 慕容 这两日都不见你的人影 在忙什么呢 这几日我也见不着六王爷 莫不是六王爷打赌输了两千两 现在不敢见人了 金氢男顿时被这两千两戳得心口一痛 嘴角的笑意陡然脸去了 眼底划过一抹淋漓 你放心 本王愿赌服说 那便好 六王爷记得尽快将金子送到大理寺 金氢男冷冷一哼 直接甩袖上前 苏清云小心翼翼地看了眼灵士 慌忙跟上 六王爷 这便请 坐下后 金氢男戳了口茶 眸光冷色 看样子 你今日是失败了 我明明亲眼看着他喝了那杯茶的 不知道为何 他却突然醒了 金氢男眉目深醋 眼底泛出冷寒 苏清云偷偷打亮了一眼 六王爷 我觉得这个韩清 应该不是我三姐 我三姐一向胆小懦弱 连话都说不利索 更别说去验尸了 虽然他也难以置信 这两个人的脸会生得一样 但是他很了解以前的苏清云 和现在大理寺的韩清 是完全不同的 若他是苏清云 今日是绝不可能逃得过 他的算计的 金氢男走后 临时进了房间 看见苏清云 直接一巴掌甩了上去 木槿 你年纪小 我一向宠你 没想到 却宠出来个废物 陈嬷嬷在灵氏身旁劝着 夫人息怒 今日这事 是不是六王爷让你做的 苏清云点点头 不敢去看灵氏 灵氏闻言 气得再次抬手 吓得苏清云躲到了陈嬷嬷身后 娘 你是不是没长脑子 六王爷让你这么做 你就做了 韩清他是男人 你一个千金小姐 私自将男人带进闺房 还为他宽衣解淡 还有没有一点廉耻了 灵氏说着 对陈嬷嬷使了个眼色 不过片刻 陈嬷嬷便带着眼睛上 缠着绷带的红鸾 进了房间 他这是怎么了 红鸾是被韩清 用一枚铜钱锁伤 这只眼差点就废了 你觉得苏清云那个废物 会有这样的身手 他果然不是苏清云 经过今日事情 苏清云原本已经打消了 对苏清云的怀疑 如今在看到红鸾的模样 彻底相信韩清不是苏清云 做事我都告诉你了 试探韩清 为娘自有主张 你偏偏不听 可是六王爷说 只要我好好听她的话 她就会娶我 她让我这么做 我怎么能拒绝 君儿 你怎么这么傻 若是今日这件事 真的影响到了你的名声 你以为六王爷还会娶你吗 不会的 六王爷答应过我的 就算这件事 你听他的意思做了 你不会让丫鬟动手吗 也免得到时累积你名声啊 不行 六王爷说了 必须让我亲自检查 六王爷 六王爷 你脑子里除了六王爷还有什么 娘 我也是为了我将来打算 打算 你那脑子能有什么打算 你若是有你姐姐一半聪明 也不至于让我这么操心了 又是姐姐 我知道比不上姐姐聪慧 但是你也太偏心了 你从小是怎么对姐姐的 又是怎么对我的 苏清云直接推开陈嬷嬷 哭着跑了出去 临时被气得身子一阵亮抢 摇摇欲坠 马车上 苏清云还没将怀中的一千辆银票五热 就掏出来送到了慕容彻面前 看到慕容彻微微皱眉 嗯 一千辆数我的眼睛 从此我就不欠你什么了 你这双眼睛这么不值钱啊 竟然用我的话来赌我 不少了 苏家四小姐整个人才值这个价 既然你这眼睛这么不值钱 那本世子摘了便是 慕容彻对着苏清云的双眸抬手 苏清云忙护住双眼 你 你把欺人太甚 看着他炸毛的模样 慕容彻眼底悄然划过一抹笑意 你的眼睛现在还是我的 难道我不能处置他吗 死狐狸男 真想一口咬死 那你开个架吧 慕容彻缓缓比出了一根手指 在苏清云面前摇了摇 一万两 你怎么不去抢 比起眼前这个男人 他刚刚敲诈灵士 真的不算什么 慕容彻嘴角 微不可见地勾了下 闭目不语 过了不久 马车外突然传来一阵急切的马蹄声 赵中顿时勒住了缰绳 朱浩飞快地翻身下马 来到马车前 世子 不好了 大理寺出事了 何事 周老夫人来了 大理寺 说周大人是冤枉的 吵着要见您呢 慕容彻抬眸 看下马车内的苏清云 你先回府 一会儿带着暗宗来大理寺 嗯 苏清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不爽地瞪他一眼 慕容彻身形一略 直接跨上了骏马 马蹄声声 紫衣妹妹 慕容彻的衣摆 摇曳在暖熏熏的春风中 很快就消失在猪雀大街尽头 苏清云放下车帘 直接往刚才慕容彻 坐着的软榻上一靠 抚摸着软榻上的狐毛毯子 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丝骨 马车都布置得这么奢华 还无耻地坑我钱 眼底划过一抹脚霞 狠狠地在狐皮毯上 揉立了一番 才算是解了口气 半下午的光景 阳光很暖 苏清云打了个哈欠 靠在软榻上 很快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 急速行驶的马车 将苏清云声声颠醒 他揉了揉睡眼 缓缓跳开车帘 看着荒凉的四周 沉入山头的夕阳 他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是哪儿 从书去大街到永安侯府 不过小半个时辰路程 根本不可能走到黄昏了 赵叔怎么将车赶到了这里 停车 快停车 江绳默地被勒住 马车很快停下 赵叔 你是不是走错路 前面的赵仲 突然转过身来 随即就是一把 明晃晃的匕首 朝他的心口刺来 大理寺内 百里赫给周老夫人上了茶 老夫人 您先等着 世子一会儿就来了 周老夫人 眉目脸着几分威严 动也未动茶展 你去忙就好 老身自己在这里 等着世子便是 不知老夫人来大理寺 所谓何事 慕容彻冷清的声音 从房门外传来 看见慕容彻 周老夫人立即起身迎上去 老身来大理寺 是要当面问一问世子 我儿周正到底犯了什么罪 世子要将他押入大牢 百里 将周大人的口供拿来 慕容彻没来 百里赫也就一直没有擅自做主 半上 周老夫人看过供词 眉头锁着 我儿一向清正怜悯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周老夫人 我也想这一切与周大人无关 但事实就是你看到的 世子啊 我想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 我儿的为人 你是再清楚不过的 他平时连只鸡都不敢杀 怎么可能杀人呢 如今证据确凿 周大人也已经签字画押 不可能再有转机 老夫人回去吧 一句话说得周老夫人面如死灰 忍不住老泪纵横 沉了沉谋 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从怀中取出一块铁片递了过去 狮子 你可忍得这个 不错 当年周家先人 跟随先祖帝 打下东陵江山 这是先祖帝 上次给我周家的 弹书铁券 如今 我用它来换我儿性命 不知可否 慕容彻扫了眼 没有接 丹书铁券的确可以换周大人一命 不过老夫人可要想好了 唉 我儿都没了 要这丹书铁券 又有何用啊 周大人我可以放 不过这丹书铁券 老夫人还是先收着吧 慕容 周正都签字画压了 怎么放人啊 不是有丹书铁券吗 慕容彻看向周老夫人 一会儿您随百里去经兆府 就可以将周大人领回去了 多谢狮子 多谢狮子 周老夫人眼底热泪银眶 对着慕容彻居礼 慕容彻将他扶起来 前些日子听闻家里小公子出了水痘 现在可好了 多谢世子关心 已经好了 周大人公务繁忙 周夫人又回了娘家 周府的一切都得老夫人操劳 您也不容易 多注意身体 永安侯府以前 与周家有些交情 他关心是应该的 提到周夫人 周老夫人眼底划过一抹不满 狮子忙 老身就不打扰了 告辞 老夫人 慕容彻拦住他 从袖中取出一块 半月形玉佩地了过去 老夫人 这块玉佩您可认得 周老夫人扫了眼 灯石变了脸色 忙接到手中 反复打量 狮子 这块玉佩 您是哪儿来的 简的 这枚如意玉佩 由两块半月玉佩组成 是当年老身亲自在巧玉轩打造 作为小儿取亲时的信物 这半块正是我儿媳的 不知狮子是在哪里捡到的 在一句变不出面容的女尸身上 凉淡的一句话 顿时令周老夫人身子一颤 手中的玉佩陡然滑落 慕容彻抬手接住 百里 带老夫人去京兆府接周大人 接着 他又在百里赫尔边吩咐了两句 扫了眼外面的天色 微微皱眉 那个女人怎么还没来 回到书房 正取出了暗宗准备翻看 赵仲一身狼狈地从外面赶了过来 师子 出事了 韩晴失踪了 怎么回事 说清楚 今天下午赶车回府的时候 我心口突然痛了下 接着整个人就失去了知觉 赵仲说着将一枚钢针递了过去 等我醒来 人躺在朱雀大街 韩晴和马车却不见了 我回到侯府 韩晴也不在 定然是被人劫走了 你被人暗算 他不知道 当时韩晴 好像在马车上睡着了 臭女人 他说完 身形一略出了书房 来不及吩咐朱浩去备马 直接去了马厩 赵仲微微一愣 世子刚刚叫韩晴 蠢女人 一定是我听错了 一定是 日晨西山 止于下一片残虹 很快 最后一丝夕阳 也在夜风中湮灭 苏清然扫了眼匕首上面 挂着的血珠 抬脚踩上男人前胸上的伤口 说 你是谁 为什么要冒充赵管家 我是 送你上路的人 脚下的人眼底一狠 一枚钢针 默然朝他心口射来 苏清然双眸微张 慌忙侧身避过 看着地上的男人腾身而起 苏清然眉眼一力 一脚朝他后脑勺踢了过去 男人刚从地上起来 就直接两眼一翻 再次倒了下去 哼 想杀我 哪那么容易 听着四周风吹草动 他的脚步微微一致 双眸一抬 一排黑衣人从天而降 将他团团围住 在暮色中 一把把泛着冷寒的长刀 映入了他紧促的眉头 这是谁要杀我 居然下这么重的手 上 一声令下 几个黑衣人都提着刀 朝他砍来 眸光简沉 苏清然双拳握紧 直接迎了上去 身形一错 直接掘住来人的手腕 用力一拉 就把他的手腕卸了下来 扫了眼男人 软绵绵垂下的手 苏清然束手一抬 接住了滑落的长刀 来人似乎没想到 他有伸手 相互对视了一眼 伸手更加凌厉很绝 苏清然擅长近身格斗 对于古代的大刀 他不太会用 提起来十分笨拙 看着来到眼前的 明晃晃长刀 他索性弃了手中的刀 提拳砸了上去 一对八 对于苏清然现在的 小身板来说 有些吃力 不过瞬间的功夫 他刚刚卸了一人的手腕 小臂上就突然传来 一阵皱痛 烟红的血很快就将他的衣袖 如湿一片 他痛得微微皱起了眉头 咬咬牙 多过长刀 狠力地朝几个人身上挥去 嗅着空气中 见浓的血腥气息 他心中陡然涌出一抹嗜血 还要回去 绝对不能死在这里 看着扑过来的人 他直接一脚踹飞 转身消失在暗夜之中 几个黑衣人捂住受伤的地方 看下黑茫茫的四周 他跑不远 追 跑了不久 苏清染就直接将手中提着的长刀扔掉 朝更深的夜色而去 三月的天气 夜风微凉 然而奔波一会儿 他的后背就已经汗一层层 刺杀这种事情 他还以为只会发生在电视剧中 没想到他也有亲身经历的一天 黑暗中 苏清染胡乱地摸索着 脚下一阵阵亮枪 下坡时 猝不及防踩空 他直接一头栽了下去 痛得直皱眉头 苏清染半上 才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听到不远处传来沙沙声 他顾不得身上的疼痛 慌忙抬脚 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 苏清染再一次与大帝 来了个亲密接触 卧槽 好个命还接连摔两次 是怕刺客追不上吗 痛得坐在地上 随手摸了下绊倒他的东西 顿时一惊 这是 谷谷 这黄草丛中 怎么会有人谷啊 苏清染提着骨头 抬眸环视四周 寡淡的月光下 周围一座座 长满杂草的孤坟 没有任何预兆地映入眼底 他顿时吓得手一松 鼓鼓落地 这 这是乱坟岗 该不会 不会有鬼吧 听着风声乌烟 草丛沙沙的声音 苏清染吓得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这会儿 苏清染已经不用担心自己被人刺杀 倒是害怕 突然从身后冒出来一个轻飘飘的人影将他给吓死 听着自己的心跳声 后起陡然窜出来一抹寒凉 睁大眼睛看着四周 一点点将自己隐藏在草丛中 再不敢乱动 没想到他一个法医竟然有一日会被鬼怪吓破了胆 刚藏起来不久 一阵浅浅的脚步声便越来越近 苏清染顿时紧张地攥紧了衣袖 扫了眼朝这边而来的飘渺人影 他吓得咬住唇板 随手在地上捞了个东西就砸了出去 在那人影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身子一掠而起 抬手就要去扣那人的脖颈 谁是鬼 只见荧光一闪 那人一把揽上他的仙腰 握住了他的手腕 连本世子都不认得了吗 苏清染一惊 看着熟悉的铁面具 心中陡然涌出一抹巨大的惊喜 慕容辰 是专门来找我的 心中意暖 没有任何犹豫 苏清染直接扑到了他的怀中 你来了真好 苏清染第一次觉得 慕容辰似乎没有那么讨厌 对于他突如其来的投怀送抱 男人的身子陡然一僵 嗅着女子身上独有的心香 他的耳垂逐渐烧了起来 放在苏清染腰间的大手轻轻一颤 一点点张开 拥住 刚要圈住仙腰 怀中的女子却突然将他一把推开 你刚刚躲在这里 是怕鬼 谁说我怕鬼了 苏清染还没有从两个大男人拥抱的尴尬中回过神 就听到慕容辰这一句 慕容辰贼脚微不可见地勾了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你受伤了 皮肉伤不碍事 其实挺疼的 然而在这个男人面前 他并不想露出柔弱的一面 让他看低 谁知他的话音刚落 慕容辰就不由分说地拉住他的手腕 卷起衣袖 别动 要包扎一下 男人的关心令苏清染的心没来由地溢暖 看到他要撕开自己的衣袍 他忙阻止 别别别 你的衣服太贵了 我可赔不起 慕容辰脸色陡然也黑 下一瞬 只听了滋拉一声 苏清染就发现 自己的衣服短了一截 生 生气了 撕的是我的衣服 他是那门子气啊 虽然慕容辰周身冷寒逼人 然而他包扎伤口的手法 却十分细腻 多谢狮子 你过来时有没有遇见刺客 都死了 苏清染看了眼男人 冰冷的面具 心底深寒 不知为何 眼前的男人 虽然只是大理四亲 却总给他一种 沙发决断 驰骋沙场的感觉 本狮子救得了你的人 救不了你的蠢 以后机灵点 苏清染心里堆积出来的暖意 顿时被人淋了盆凉水 到了嘴边的关心 被他生生咽了下去 想起刚才的黑衣人 他微微皱眉 到底是谁想杀我 难道是 是金清男 没有证据不可妄断 先记着 以后给你报仇机会 听到男人这句 似乎带了似乎短的话 苏清染心底再次意暖 慕容彻包扎好伤口 摸出他刚才扔出来的东西 眸光微沉 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苏清染 借着惨淡的月光 也看清了他手中的东西 是一块和那女士身上一样的 半月玉佩 眼底划过青海 指了指草丛 那里 慕容彻走过去 仔细检查草丛 很快 他便在不远处 发现了几块人骨 苏清染见他拿着人骨凝神 忙去将他刚才丢掉的骨骨 捡了回来 世子 这里还有 你要人骨头做什么 这里一定还有 我们分头去找 分 分头去找 这里可是乱坟岗啊 我可不敢乱走 不知为何 他不怕死人 但是在这种地方 心里却止不住地发毛 怎么 你怕了 谁 谁说我怕了 那就走吧 慕容彻率先迈开了步子 苏清染心里一慌 慌忙跟了上去 世子 人多力量大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起找比较好 慕容彻嘴角 微微勾了下 瞧了眼他胆小的样子 没有揭穿 二人在荒草地里 寻了将近半个时辰 捡回了一堆人骨 将你的衣服脱下来 什么 苏清染下意识抱住了自己 警惕地打量他 把骨头包起来 你怎么不用你自己的衣服包 你能赔得起 将外袍脱下 苏清染不满地撇着慕容彻 我冷 他以为这男人会将外袍还给他 谁知他却将自己身上的袍子脱下丢给了他 竟舍得让我穿他的衣服 不用赔吗 抱着骨头赶紧离开 不然本世子把你留下为狼 苏清染正磨牙 腰签一紧 男人带着他 直接瑞了出去 回到大理寺 已经是将近此时 白里赫打着哈欠过来给二人开门 等得我都睡着了 睁开朦胧的睡眼 看着他们 顿时吓得睡意全无 你们 你们怎么衣衫不着 苏清染直接将怀中抱着的骨头扔给他 把这些骨头放起来 慕容 你们这是 你若是不困了 就去书房把暗宗整理出来 一句话 顿时将白里赫吓走 苏清染跟着慕容彻来到后衙 忙将身上的衣服递过去 世子 你的衣服还你 慕容彻接过 颇为嫌弃地扫了他一眼 去洗洗 又脏又臭 又嫌我脏 半个时辰后 苏清染换好衣服 走出来的时候 慕容彻已经沐浴完毕 身着轻薄的请衣 青丝低垂 横卧在软榻上 带了似冷傲不羁 远远看上去 男人微长的领口 竟有一抹难以言说的野性 他身上穿着的银色情衣 袖口金边都滚了繁复的花纹 无形中透着尊贵奢华 慕容彻看见他 对他招了招手 过来 怎么有种皇帝宠信嫔妃的即使感 苏清染忙摇了摇脑袋 将这卧槽的想法赶出脑海 抬脚走过去 将你的衣袖卷起来 世子有何吩咐 上药 卷起衣袖后 苏清染的小臂上 一道将近两寸的伤口赫然在目 此时还在泛着血水 把手伸过来 慕容彻说着拨开瓶腮 被男人握住藕臂 苏清染心里 陡然生出一抹怪异之感 我现在可是个男人 两个男人这样上药 怎么这么怪怪的 不知为何 在这个男人面前 他总有一种被当作女人的感觉 在他凝神的时候 慕容彻已经给他上好了药 取过纱布来包扎 此时他离慕容彻很近 近到能够嗅到他的鼻息 以及他身上淡淡的梨花香 这味道在哪里闻到过呢 苏清染思索着 忍不住一点点靠近他身上 那么淡淡的清香 似乎想要意气什么 你这是打算再次投怀送抱吗 凉凉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 顿时经得苏清染起身 额头冷不丁地撞上男人的下巴 他直接倒在了男人怀中 双手按住他的胸膛 苏清染这一连串动作 接在瞬息之间 来得猝不及防 慕容彻陡然愣了下 一时间四目相对 时间在这一刻静止 缓缓垂眸 苏清染看着自己双手放的地方 手感真好 将你的手拿开 苏清染闪闪收回手 眼视尴尬地拍了拍他 别在意 我们都是男人 男人 身前的男人 直接将他压倒在榻上 那这样 你也不在意的 对吗 苏清染一惊 双眸漠然睁大 男人身上独有的霸道气息 一股脑地灌入鼻息 他的脸没有任何预兆的 红了 狮子 您的药 珠浩 端着黑漆漆的药汁走进了房间 看到房间内那难以描述的一幕 顿时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手中的药碗差点摔了 慌忙将药放在桌上 继续 狮子 你们继续 珠浩一溜烟跑出了房间 慢慢消化着刚才看到的一幕 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啊 等到慌容彻起身时 苏清染的脸已经红得不像样子 他心里一万只骆驼奔腾而过 就这么被这男人给占了便宜 他的脸竟然还越来越红 简直丢人丢到太平洋了 房间内的气氛有些微妙 戴勒斯说不清的暧昧 又弥漫着一抹不易察觉的尴尬 手臂还疼吗 不不疼了 不疼了就过来伺候本世子喝药 就知道你没这么好心 看着他磨磨蹭蹭的样子 慌容彻抬眸 那日是谁说要关心本世子的 我什么时候说了 明明是你挖坑让我跳好吗 将药碗端来 世子 你没事吧 咳咳咳咳 咳死你算了 吃了药会好些 刚喂了两勺 慕容彻突然一阵剧烈的咳嗽 骨结分明的大手忙扯过帕子掩嘴 虽然男人的动作很快 但是苏清染还是清楚地看到了一抹烟红在丝帕上绽放 再次抬眸 就看见男人的唇苍白凉薄 没有半分血色 这病得不轻 这病得不轻呢 世子 你真没事吧 没事 将药给我 慕容彻接过药 一饮而尽 半上 他苍白的唇色才有了一丝生气 苏清染松了一口气 天色不早 我就不打扰世子休息了 他转身离开 慕容彻叫住他 抬手扔过来一个小瓷瓶 明晚 记得来服侍用药 回到房间 苏清染将瓶三拔下 放在鼻子下嗅了嗅 想起来这是烫伤的药 上次他被顾云香烫伤手 这男人就给他的这个 所以他记得 他还知道今日我在苏家被烫伤的事 不知为何 握着小瓷瓶 苏清染的心莫名被触了下 周府 周老夫人将周正接回家后 直接带着他去了祠堂 周正小心地跟在身后 犹如犯了错的孩子 来到排位前 跪下 母亲 以前你爹是怎么教导你的 你做出这种事情 怎么对得起周家的列祖列宗啊 母亲 都是儿子的错 是儿子昏了头 您别生气 你跪在这里好好反省 将周家的祖讯 墨写一遍 什么时候写好了 什么时候出祠堂 周老夫人说完 吩咐下人背下笔墨纸焰 一把锁上了祠堂的大门 周正提笔站墨 看着空白的宣纸 思量许久 还是将笔放下 不知过了多久 他跪得双腿发麻 房门被人推开 外面传来了一丝光亮 周老夫人亲自提着饭盒走了进来 然后一一将饭菜摆放在周正面前 母亲 您这是 你这两天在牢里 一定没吃好 先吃饭再说 哎 罚在你身 疼在娘心哪 谢谢娘 周老夫人眸光一锤 落在空白的宣纸上 周正见此慌忙解释 娘 祖讯都在儿子心里 儿子决定痛改前非 以后好好做人 好好为官 有你这句话 为娘就放心了 这比墨鞋百遍祖训更有用啊 快吃吧 周老夫人泪光闪闪 他给周正夹了菜 送到他面前 周正握了筷子 抬眸看着周老夫人 娘 有一次 儿子想问你 你说 儿子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压了 您是用什么办法将我带出来的 这一点一直困惑着他 慕容彻一向被称为铁面无情 他怎么可能会因为和周家的那点交情放了他 你难道不记得周家的传家宝了吗 传家宝 对 就是当年 师皇帝赏给我们周家的 单书铁券 娘 您怎么糊涂了 为了我用那块单书铁券 我就是周家的罪人啊 只要你好好改正 比什么都强 更何况 你若是死了 我留着那块单书铁券 又有什么用呢 是儿子不孝啊 吃饭吧 周正在大牢里吃的都是窝窝头 如今看到面前的佳肴顿时味蕾大动 看着周正狼吞虎咽的将一盘虾全部吃光 周老夫人眸光颤了颤 眼底微微犯出失忆 慢点吃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 正儿啊 你媳妇已经回娘家半个多月了 清儿天天喊着要娘 也不是个办法 夫妻之间能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你明日就去将她接回来吧 正在吃饭的周正 文言顿时被米饭枪住 不停地咳嗽 许久他才点头 都听娘的 一日一早 用完早膳 朱浩就请苏清染去后衙的停尸房 他到时 慕容彻正守着一对白骨凝神 走近了他发现这男人摆弄的正是他们昨日在乱坟岗寻到的骨头 在他的拼拼凑凑下 那堆白骨勉强拼出了人形 只是少了几块人骨 让这一副白骨架看上去像是被人拦腰截断了一般 朱浩微微蹙了眉 都只剩骨头了 可怎么验尸啊 能 可以验尸 也就能验骨 慕容彻转眸看过去时 就见苏清染 双眸清亮 自信啄啄 验骨能验出什么 和验尸差不多吧 能够看出生前和死后 骨头有没有受过伤 这也能验出来啊 朱浩 你去帮我准备一下 坛子 醋 盐 还有白骨 准备这些东西 杭公子 你是打算煲汤吗 苏清染将尸骨洗干净 一一放入坛子 配了盐和白骨就开始煮骨 朱浩说得不错 他就是准备煲汤 大骨汤 煮骨是需要千百滚才能出锅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苏清染 便让慕容彻去书房等着 朱浩好学 跟在苏清染身边帮忙 顺便跟着他学习验诗 苏清染见他有天赋 也愿意教他 慕容彻刚到了书房不久 八王爷君清晨 便慢悠悠地来了大理寺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让你没事 不要来找我吗 君清晨将锦和递过去 听说你救急又犯了 给你送点东西 永安侯府还有人参 以后这些东西就不要送了 没事也不要往大理寺跑 他那么小气 舍得给你吃吗 人参送到了 就赶紧回去 慕容彻翻着暗踪 头也不抬 金清晨正准备离开 嗅到了空气中飘来的香味 诶 你竟然在大理寺煲汤啊 循着香味朝后崖走去 慕容彻皱了皱眉 起身撩布 后崖内 苏清染煮的骨汤正浓 刚准备将尸骨捞出来 一抹白色的身影便翩然而来 好香啊 见过八王爷 诸昊行礼 金清晨扫了他一眼 直接将眸光落在苏清染身上 原来是你在煲汤啊 先给本王盛一碗尝尝 尝尝 还愣着干什么 快盛啊 本王刚好有些饿了 看着跟来的慕容彻 慕容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亏我还给你送了身 你煲了汤 难道要把我赶走关起门来自个儿喝吗 这是人骨 你确定要喝 人骨 金清晨胃里顿时一阵翻滚 诱人的消味再次灌入鼻息 顿时令他脸色发白 止不住的呕吐 你们你们这群禽兽 金清晨跌跌撞撞地跑出去 看着他狼狈的样子 苏清染顿时笑出了声 好了吗 被慕容彻扫了一眼 苏清染顿时笑意阑珊 这就好 在珠浩的帮助下 苏清染很快地将人骨从坛子里捞出来 用水洗净 戴着白布手套 拿着骨头 一一在阳光下照看 直到检查到一块净骨时 苏清染有了收获 狮子 变出来了 走到男人身边 他指着骨头上呈现红色的地方 你看这里 有血液 说明这人生前颈骨骨折过 骨折 慕容彻闻言 眯了眯双眸 就在苏清染准备检查剩下的尸骨时 慕容彻淡淡地道 剩下的不必眼了 死者的身份可以确定 死者是谁 马上你就能知道了 世子 周老夫人带着周大人来了 说是要见你 门外一名牙役前来禀报 说曹操曹操道啊 前厅 周老夫人面带七戎 眼下乌清 看上去十分憔悴 双柄之间华发徒增 仿佛一夜之间老上了十岁 他身边的一幅木板架子上 躺着背 付住双手昏迷不醒的周正 慕容彻走进去 忙吩咐人看座 老夫人 您坐 周老夫人听见她的声音 浑浊的眸子 陡然照进了一丝光亮 世子 你昨日不要我的单书铁圈 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 慕容彻点点头 周老夫人一向刚强 此时却忍不住热泪滚落 看着脚边的周正 嘴里不住喃喃 怎么会这样 身边的丫鬟忙帮她擦泪 周老夫人起身 走到慕容彻面前 直接跪下 还请狮子 为老身做主啊 慕容彻将周老夫人扶起来 老夫人放心 晚辈一定会查出真相 吴儿 她是不是已经 慕容彻没有回答 只从袖中取出一块 半月形玉佩递过去 老夫人 你看看这个 看见玉佩的刹那 周老夫人脸色一白 颤着手接过去 只扫了一眼 眼泪便夺眶而出 这块玉佩 这块玉佩 是正儿的 狮子 是在哪里发现的 看着周老夫人 欺然的模样 苏清染下意识地 朝慕容彻看去 这个男人也看到了她 对视一瞬 微微脸眸 在一堆白骨边上 半月玉佩 兜然滑落 在地上 摔得粉碎 正儿 正儿 她难倒 周老夫人文言 一阵肝肠寸断 眼前一黑 直接朝身后倒了过去 身后的丫鬟 手机眼快地 扶住了她 老夫人 老夫人 苏清染慌忙走上去 掐住周老夫人的人中 小手不断地 在胸口为她顺气 慕容彻的视线 随她而去 情不自禁地 落在她那双 白嫩的小手上 眸光深邃 不过片刻的功夫 周老夫人便悠悠转醒 一睁眼 一串热泪 便顺着眼角滚落 她看着苏清染 多谢小公子 老夫人没事就好 苏清染汗手 回到慕容彻身后 狮子 现在我儿的尸骨 在哪里 能否让老身 带回府安藏 慕容彻点点头 然后看向苏清染 苏清染顿时悲催了 怪不得她说 一会儿就能知道答案 原来那一堆白骨 是周正 我刚刚才把骨头煮了 骨头汤还流着 怎么向人交代 她为难地看向慕容彻 想让她帮她解释一下时 身后突然飘来 一道白色的身影 君清晨刚吐完 到了前厅 慕容 原来刚刚你们煮的人骨 是周正啊 煮的人骨 是啊 闻着还挺香的 周老夫人闻言 燕一黑 倒了下去 慕容彻和苏清染 看着君清晨 起起脸黑 恨不得将人扔出去 这个八王爷还能再坑一点吗 回到永安侯府 已经临近黄昏 苏清染沐浴完毕 随手取过桌上的小瓷瓶 撩开裤子就准备上药 他的大腿上 昨天起了水泡的地方 仅涂了一次药 现在已经完全消肿 也看不出水泡的痕迹了 指尖附上药膏 一圈圈涂在烫伤处 另开了清凉 上好药后 苏清染看着手中的小瓷瓶 有些发呆 慕容彻这坏水 腹黑的时候是淹坏淹坏的 但是偶尔某些行为 还是暖心的 想着慕容彻昨晚吐血的模样 苏清染犹豫许久 决定披衣而起 朝上房而去 书房 慕容彻拂案翻看着暗宗 仔细梳理着周正和张山被杀以案 奇长的身影 在摇曳的烛光下缓缓拉长 一阵极轻的脚步声传来 暗前多了一抹浅紫色的身影 慕容彻眉眼一抬 有事找白礼 没事别出来走动 对面的男人顿时火大 直接往桌上一坐 天天待在府里 我憋得慌 跟你商量个事呗 说 我想见灵灵 想让我带你去见 你敢 久点去这儿就算了 你别太过分了 灵灵是我的 哦 现在老爷子不在了 你可威胁不到我 你若真想见 倒是有个机会 再过不久 就是常欢郡主生辰 届时定会请白小姐 常欢郡主 东陵的第一才女 顾云香的长姐 男人闻言 眸光见暗 若是去顾家 还不如你犯病 请灵灵入府看尘呢哈 没什么事 就赶紧回去 以后别再来主院了 男人刚想离开 听到房间外面 传来的脚步声 眼底划过脚匣 长腿一抬 缓缓靠近慕容彻 推门而入 苏清染偷偷地 朝里瞧了一眼 顿时惊在原地 从她的方向 能够清楚地 看到桌案上 坐着的男人 一脸甜蜜地 依偎在了慕容彻的怀中 男人一双美目 犹如三月初开的桃花 眼波流转之间 是说不出的 风华无双 尤其是那么 阴红的唇 道不尽的 妩媚勾人 看着二人亲密的模样 苏清染竟然 不觉得有什么违和 哎呦 讨厌 都被人看到了 男人红唇一扬 害羞地 往慕容彻怀中倚靠 遮住了脸颊 听着这一道 媚骨的话 苏清染顿时 缩了半边身子 你们继续 继续 打扰了 我这就离开 我走 还真是断袖 男处还是个比女人还要美的男人 苏清染飞快出了书房 一把将房门关死 房门关上后 慕容彻冷眸如冰 一不衣袖 直接将怀中的男人 从桌上扫了下去 随着一声巨响传来 男人的屁股 差点被摔成了三板 他揉着屁股起身 哎呦 你真摔啊 以后不许出现在他面前 若是被他发现了什么 小心你那张脸 一日清晨 迎着陈禄 苏清染提前去了大理寺 昨日他解释了一遍 竹骨的原因 幸好周老夫人明白事理 没有责怪他 看着周老夫人白发人送黑发人 他心中不忍 便主动提出 今日为周正收拾尸骨 到了后衙停尸房 他将周正昨日煮过的尸骨拿出来 拼出人形 拿了麻线 一一将骨头串起来 忙碌了整整一个时辰 苏清染脱下白布手套 走到停尸房 去找朱浩准备棺果实 就听见两个牙医 正在窃窃私语 你们知道吗 前几日韩公子 宿在大理寺 都是歇在了世子房中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韩公子 去世子房间的 韩公子生得细皮嫩肉的 长得比女人还娇嫩 咱们世子 在那方面本来就 看上韩公子 没什么奇怪的 朝这边走来的朱浩 听到几人的话 顿时沉了脸色 你们在这里乱嚼舌根 小心被世子听到了 拔了你们的舌头 朱浩 我们知道你跟着韩公子 学习验尸 维护他 但是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是啊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韩公子 他是世子的男人 朱浩想到那晚在房间内看到的那一幕 竟无法反驳 你们几个是不是太闲了 要不要本公子给你们找些试作 几个人闻言 看见他眼底滑过巨翼 光芒散开 朱浩迎上去 韩公子 他们的话 你别在意啊 我跟世子没什么关系 世子的男宠嘛 另有其人 世子真有男宠 虽然外面传言他们世子好龙羊 但是世子的男宠 谁也没见过 那可是一个比女人还要妖娱的男人 也是我见过长得最好看的人 这世上还有比我们世子长得更好看的人 难道慕容彻毁容之前也生得很美 反正世子的男宠是个美人 不是我 你们以后别再瞎说 来大理寺做武座 凭的是我验尸的本事 可不是因为是他慕容彻的男宠 是吗 背后冷不丁地传来一声冷寒 苏清染吓得心秃秃一跳 世子怎么突然来了 我偷摸摸没有一点动静 怎么 偷说本世子坏话的时候 本世子不该来 百里赫文言跟在慕容彻身后逼笑 苏清染盲摇头 我怎么可能说世子坏话呢 您一定听错了 好 我在夸世子 夸世子眼光好啊 眼光真是好 选个男宠都那么美 你是在告诉本世子 当初选武座的时候 应该亲自考察吗 考你妹 嘲讽就嘲讽 还要拐弯木脚 周正的尸骨可整理好了 嗯 随本世子来一趟 慕容彻刚出了后衙 衙役便带着一位中年男人 朝这边走来 那人见了慕容彻 行礼道 狮子 奴才是六王府的管家 今日是来大理寺 送那两千两金子 六王爷倒是讲信用啊 我们王爷一贯讲信用 慕容彻汉手 吩咐百里前去处理 带着苏清染 去了大理寺大牢 牢房内的周正 这才刚从昏迷中醒来 他猛然地从草垛中惊起 看着熟悉的 四四方方的房间 眼底陡然划过恐惧 怎么会在这里 他只记得在祠堂时 周老夫人给他送了晚膳 再之后 一定是那盆下有问题 扫了眼四周 看着空荡荡的牢房 他顿时反应了过来 这里是大理寺 不是他的经兆府 慌忙跑到牧庄前 我要见世子 我要见世子 周大人放心吧 你会见到世子的 老头走过来淡淡扫他一眼 不懈地答了一句 周正看着潮湿昏暗的大牢 心底止不住地发慌 我都已经用弹书铁串了吗 慕容车怎么还抓我 一阵脚步声传来 牢头立即迎上去 世子 周大人刚才一直喊着又见您呢 嗯 带本世子过去 一抹将子 偏然映入眼帘时 周正再也坐不住 立即扑过来 世子 你为什么要抓我 不是本世子抓的你 是周老夫人亲自把你送到大理寺 要求我收押 我娘 周老夫人 真是你娘 一句话令周正白了脸色 身子微颤 不知世子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去年八月 周大人从马上坠落 摔舌了小腿 养了两个月都不见好 直到十月走路还有些薄 怪不得验到禁骨 他就确定了那堆尸骨的身份 前些日子 我们在乱坟岗发现了一堆白骨 青雁骨 刚好那人小腿骨着过 周正双眸英质地瞇着 不过一堆白骨罢了 能看出什么 难不成世子 就因为那堆骨头 怀疑下官的身份 世子可没说怀疑你的身份 你别急着解释 周大人娶亲时 周老夫人曾亲自去巧玉轩 给儿子和儿媳定做了一块如意玉佩 一分为二 两个半月形玉佩交给了儿子和儿媳 前些日子 本世子在周夫人的尸身上发现了一块 刚巧 那堆白骨边上也有这么一块玉佩 周正的身子陡然一阵猎切 慕容彻淡淡扫了他一眼 而且周大人是不能吃虾的 贾周正身子摇晃了下 怪不得亲手将我送来大理寺 你杀周夫人 真正的原因是他认出了你是假的吧 贾周正看着慕容彻伶俐的双眸 缓缓点头 白鲤不在 韩清你准备记录 世子 我有个疑问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不是周正的 前崖大堂 白鲤鹤刚刚清点了金子 送走了六王府的管家 一对老夫妇便相邪而来 二人留在大理寺外 默默呢呢的张望着 显得十分局促 大叔大婶 你们来大理寺有事吗 老夫妇认出了白鲤鹤 忙上钱 没想到白鲤公子还记得我们夫妇 这几日没有音讯传来 我们担心女儿 所以来大理寺问问消息 世子正在忙 你们先在偏听那等候片刻 一会儿世子就来了 多谢白鲤公子 白鲤鹤一汉手 抬脚去了大理寺监牢 贾州正看着面前眸色冰冷的慕容彻 眼底划过恐惧 这么说 那日在燕博湖 世子就发现我是假的 那日的确是他心急了 寻人这样的小事是牙医做的 他身为经兆福尹 的确不该亲自去 可是 如果他不能及时将阴阴的尸身带回去 一定会被眼前这位发现端倪 然而他没想到慕容彻 竟要求亲自跟去金赵府 更没想到 他身边的这位小武作 验尸功夫竟如此了得 一眼就认出了那句女诗是音音 那日是确定 但半年前就开始怀疑了 因为周大人的腿伤 当时 贾州正对外所说的是 遇见了一位老神医 才医好了腿 白太医医术了得 他的女儿更是青出欲兰而胜欲兰 医术已经登峰造极 常言伤筋动骨一百天 他们妇女都无法在三个月内 让周正的小腿恢复如初 在东林 还会有什么样的神医能够做到 还记得上次本世子问你的问题吗 当初你状元吉地 对我父亲说 不求虔诚四季 只愿两袖清风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个问题 世子是在提醒我 已经知道我是假的了 说吧 慕容彻一撂衣袍 坐在红木椅上 不怒自威 半个多月前 我得到消息 萧格老临死之前 写了一份党争名单 交给了张山 而我假扮了周正 是张山的好友 我知道他 一定会找我说这件事情 果然 我很快就得到了 张山的消息 约我去百花楼 苏清染一边听 一边笨拙地握着毛笔记录着 对于繁体字 他有很多都不会写 而周正说得又快 没有法子 他便画圈来代替 到了百花楼 张山叫英英作陪 饮酒作食 我以为酒过三旬 他就会告诉我名单的事情 谁知 他却认出了我不是周正 一问我是谁 没有办法 我只好选择杀了他灭口 当时 张山告诉我名单 已经给二王爷送过去了 我也不知 他说的是真是假 为了制造他做过死的假象 我先给他灌下了情药 然后拿宣旨将他捂死 做完这一切 我匆忙回到了经兆府 事后 为了不留下线索 又杀了英英 我自认为张山一案 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谁知 还是低估了世子的能力 那周正呢 你为何要杀他 因为经兆府衍的身份 慕容彻说着 打开牢门 抬脚走近 大手一扬 直接从假周正脸上 揭下了一张人皮面具 你到底是谁 你的消息是从哪里得到的 假扮周正又有什么目的 从大牢里出来 慕容彻看向身边的苏清染 都记录下来了吗 拿给我看看 我自瞅 世子别嫌弃 你看了不会变脸吧 苏清染犹豫着递过去 结果宗眷 慕容彻只看了一眼 眉头就猝了起来 让你记录他的口供 你在上面鬼话扶什么 自己歪歪扭扭就不说了 墨迹也是可以不计较 但这上面又是圈 又是叉的是什么 画圈的地方是不会写的字 那个叉就是指他杀的人 你不识字 算是识字吧 他认的是简体字 对繁体字是真的不熟 有很多字他认识认的 但是却写不出来 不识字就好好学认字 本世子不想让人知道 大理寺的武作 大字不识一箩筐 丢人 我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竟然被你嫌弃是文盲 我 慕容彻将他的忧怨收入眼底 直接将宗卷丢给他 你把今晚的口供整理好 要自己工整 写不好不许睡觉 本世子明天一早要 话音刚落 百里鹤朝这边走来 不经意间扫了眼宗卷 这是韩清记录的 百里 我今天是帮你记录的 你拿回去整理出来 世子说明天要 这鬼话符 我哪能看得懂啊 谁记录的谁整理 对了 百里 两件两金子清点好了 数目正好 已经收进大理寺库房了 只是这金子嘛 不像是钱监里出来 在东陵 户部有专门铸臂的机构 称作钱监 不论是官员俸禄 还是日常流通的经营 都是由钱监铸造 当然 除了户部监管的钱监 还有私下铸造钱币的机构 但是一旦造笔金额 达到一定数目 就是触犯东陵律法的 君清男一年的俸禄 才不过几千两银子 他送来的自然不可能 全是府里的 你要看一下吗 走吧 检查完入库的两千两金子 百里赫这才想起来 慕容 那日在京兆府的老夫妇 过来大理寺询问消息了 你去告诉他们 三日内 他们的女儿一定会回家 慕容彻说着 将金钉子放在鼻翼下 轻轻嗅了嗅 苏清燃也忍不住闻了下 微微醋眉 这金子怎么有股知香 你先回去 一会儿让朱浩教你认姿 朱浩 怎么 你还想让本世子亲自教你 我可没这个意思 您老人家想多了 想让本世子教你 今晚你伺候用药后 就在书房等着 擦 还真被当成了文盲 午后 阳光微暖 在大理寺前 洒下一片金色 苏清燃 刚用过午膳不久 就被慕容彻叫上了马车 撩开车帘 看着马车行驶的方向 他不解地 看向马车内的男人 世子打算去哪儿 张府 张府 或不是狼辅哨 苏清燃缓缓放下车帘 回来坐好 靠在软榻边上 他很快地就打起盹来 沉香鸟鸟 在马车内缭绕不绝 在轻描的香雾中 苏清燃顺眼田径 脑袋枕着手臂 在马车颠簸中 不知不觉滑落至慕容彻小腿之上 从小腿枕到脚上 他满意地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安眠 慕容彻垂眸 扫了眼熟睡的苏清燃 眸光微宁 从他的视线看上去 身边的女子 睡着的样子 莫名有些娇憨 浅闭着眼睛 长长的睫毛 在白净的脸颊上 落下一排剪影 粉嫩的唇 轻轻嘟着 犹如三月的桃花 诱人采鞋 似乎是睡冷了 苏清燃突然抱住了 慕容彻的小腿 这一举动 令上方正在看着他的男人 身子陡然一颤 铁面具后面的耳珠 亲近红了 飞快扯过一旁的毯子 盖在了苏清燃身上 随手握起了桌上的书卷 行至张府 百里赫缓缓缓勒住缰绳 马车刚刚停下 苏清燃就悠悠转醒 一身懒腰 身上盖着的毯子 偏然滑落 他睁着睡眼 扫了眼 狐疑地看向慕容彻 他给我盖的毯子 睡醒了 嗯 既然醒了 就扶本世子下车 世子 你不能自己走吗 伺候用药就算了 下个马车 这样的小时都使唤我 我又不是你的小司 不能 脚麻 慕容彻垂眸扫了眼 自己的右脚 苏清燃寻着 他的视线看去 难道刚才睡着了 一直枕着他的腿 他怎么不拿走 这也太脏了 慕容彻看见 他眼底的嫌弃 整张脸顿时沉了下来 还敢嫌我脏 我还没嫌你脑袋沉呢 冷冷度给他一道眼神 起身将手伸了过去 苏清燃袖着马车内 冰冷的气息 忙换上笑脸 扶住他 世子请 你慢点 别摔了 虽然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 张府门前依然挂着白帆 冷风吹过 留下一片凄凉 白礼鹤上前敲门 小丝抬眼 看见慕容彻 由于慕容彻常年戴着铁面具 所以很容易被人忍出 见过世子 不知世子来府城有什么事吗 你家夫人可在 在 世子随奴他来 在小丝的带领下 他们三人很快来到了主院 府内随处挂满了白色灯笼 到处充满了悲戏气息 在花厅 他们见到了张夫人 是一位身形消瘦憔悴的妇人 她见了慕容彻 缓缓行礼 双眸红肿 眼底是一抹散不去的哀伤 张夫人 上大人已去 请节哀 多谢百里公子 张夫人吩咐人看座 看向慕容彻 世子今日过来 是要告诉臣妇 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找到了吗 � sha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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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